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选手很努力 但场地问题让他们很忧心 虽然明年比赛场地早就选定彩虹河滨公园 但是要等到明年四月左右才会开始整修 现在要去哪里练习很困扰 到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场地 不知道场地在哪里 希望政府的补助能够多一点 在硬体及软体的部分都要多做一些 像是运动防护员等等各方面 这些新生选讯委员很清楚将积极尽快解决 另外入选男女各四人的集讯计划也大致底定 因为何家姐妹具有夺牌实力 加上工作单位大力支持无后顾之忧 所以他们两人将采重点集讯 其余的在不影响工作前提之下 明年六月以前采弹性集讯 希望到时候网球有机会为台湾留下一面金牌 记者程修人郑凯文台北报道 比起网球项目 听障运动人口更少的定向运动 明年台北听澳国首的初选名单也已经出炉了 而这项在欧洲已经发展了百年的运动 在台湾才算是刚刚起步 那么究竟该怎么样比赛呢 来看我们下面的报道 地图 指北针 提示卡 要完成定向运动还得要有过人的体力和清楚的头脑 它没有语言的障碍也没有文字的障碍 全部是图面的颜色跟符号来构成的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图跟牢外看到的图 那个是一样的 任何人都可以玩 不过要玩得好不简单 每个人都是独立作战 手中地图都一样 但过关顺序全不同 和时间赛跑穿越各种地形 按图所记得边跑边判读 如何善用步道等现行当扶手 设定攻击点 立即找出两站之间最短的距离 以最快的时间完成 就看选手临场反应 如果没有按照指定一站一站过 就算最快跑回终点也算出局 而听力障碍在定向运动中完全不成障碍 但因为在台湾发展起步晚 明年台北听澳的培训选手 虽然基础体能还OK 不过速度还要再加强 接触地向之后 就不会泯入了 而且气速越来越好 建立自信 因为在跑的过程中 是要找方向 然后才能找到那个点 选手积极备战 场地筹备也在进行 请到了国际定向越野绘图大师 瑞典籍的佩罗拉来台 开始绘制竞赛场地图 虽然先前听澳主管机关 国际听障体育总会ICSD认为 杨明山场地太小 但是佩罗拉认为 这个场地很具挑战性 而负责赛程的定向运动协会 接下来将邀请外国专家 共同参与设计 让明年听到定向运动 比赛更具公信力 记者陈修林 郑凯文 台北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